好的小伙伴们我又来了 上一次我不是发现了蒙面长老的部落吗 本来还想抱他的大腿 结果这老头压根就不搭理我 我首先得获取他的信任才能套取他的线索 我必须要让村庄的信任度达到800以上 才能解锁下一步的行动 而我现在的信任度才85 想要获得村庄的信任只能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寻找失踪的小孩 第二就是找到被杀害的村民的遗体 并且火化他们 第三个就是找到三路在这片雨林里的各种石碑 利用石碑拼凑线索完成传说级的任务 最后就是要摧毁哇拉哈野人部落 合理 这买卖我接了 不过任务周期申请无期限延长 因为自从我踏入这片雨林就没有一天是吃饱睡足过 你看我的精神状态 所以我想要在这片雨林称王称霸之前 得先搞到稳定的食物跟水资源供给 我现在最缺的就是食物 蛋白质的来源 补充蛋白质的最佳途径那就是吃肉了 刚好这里有两头小野猪 一头小野猪会获得三块肉 四根骨头 这个量刚好是我一天的食量 不过我得先把它风干 为了防止肉变质 我做了一个风干价 这样不仅可以吃到原汁原味的乳猪肉 还可以长期有效的储存食物 接下来就是水了 我之前一直接雨水喝要不就是直接喝河里的生水 不仅不止渴还经常窜息 主要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工具来装水 刚好这里有椰子树上面有椰子 我可以把椰子敲碎稍微加工一下 用一根榫子就可以把它做成椰子容器 这样我就可以去河里打水 然后再把它烧开 之后我就可以喝上白开水了 我这才出去了几分钟 栽了个椰子的时间 我家里就来野人了 这是被野人蹲家了 我的天我的天 我这手抖的 没吃饱饭 拉钩都拉不稳了 毛射 呀吼 别跑啊 这是要给我打游击站吗 这野人还懂得拉扯 来 一毛抽过去 啥也不是 现在可以安安心心的搞我的晚餐了 我们一步步的来 先把水壶装满水 诶 又来一头野猪 我这家附近简直是野味泛滥 你看你看 这里还有一头 跑得贼快 一碗骨头汤下肚 啊 真爽 这一碗汤下去 挤补了这么多营养 蛋白质 脂肪 水分 能量 还可以退烧 减食物中毒 这汤是个好东西 简直是十全大补汤啊 制作又方便 以后要常喝 我再来搞点肉汤 把刚刚那条小乳猪给扒了 你看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水就烧开了 我只需要往里面丢肉跟骨头就行了 一根骨头加一碗水就是骨头汤 丢块肉下去 就是肉汤 把多余的肉再放在旁边烤了 烤熟了就放在背包里面当成干粮 身上有点脏 先清洗一下 洗个手 准备吃饭 你看 我都洗一把手的时间 我的汤就做好了 这效率太快了 五星级酒店上菜都没这么快 肉汤直接加65的蛋白质 15的脂肪 15的水分 15的能量 这两碗汤下去 我状态全部恢复满 猛男可以起飞了 吃饱喝醋 现在要干活了 这林子里面有很多被挂在树上的土著人 全部是被哇拉哈部落杀害的村民 我得找到他们再把他们用木乃伊大法给火化了 现在找点木头 火化尸体需要大量的木材跟棕树也 算我之前建家的时候砍了很多树 还有很多剩余的木材 又得搬木头了 我最烦的就是搬木头了 极其的枯燥 不过没关系 我有搬运小技巧 学会了没 学会了 记得双击一下屏幕 现在就剩棕树叶了 把棕树叶搬回去 就可以火化它了 OK 搞定 回去了 What the 这什么 蜈蚣吗 这老六 我的天哪 算好反应快 这被他咬一下的话 我直接可以开席了 哎 拿回去煲汤 好了 就这样算是完成了一个小任务 火化村民啊 不过我这火化一个村民 只能获得二十点信任度 我要达到八百的信任度 这要救多少的村民 砍多少的树啊 哦 突然心疼了一下我的肝 不过还好 今天总算是把食物跟水资源都搞定了 有吃的有喝的之后 从明天开始就可以去干点大事了 我要土野人村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记得点赞关注哦 记得点赞关注哦